一人張小燕遭到徒弟黃子嬌的牽連 她日前也有坦言說 其實這些事情她都不知道 對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 而陶晶瑩在廣播節目當中 也有談到這件事情 她說私底下有傳訊息給張小燕 並且透露張小燕的心情的確不太好 陶晶瑩表示 她們不敢打擾小燕姐 但這個過程也會問她說還好嗎 小燕姐會回說怎麼會好 然後她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 只能傳一些貼圖 陶晶瑩沒有詳細說訊息的內容 僅說訊息當中張小燕有提到 一身滴滴掉掉做事 清清白白做人 有點抬不起頭 語氣中滿是灰心跟無奈 陶晶瑩看到這次的風波 有感而發地說 我相信在網路上看好戲的人一定有 但真正理性能夠去思前想後也是大多數 我覺得慢慢會沉澱下來 黃紫礁事件的爭議是持續的來擴增 那網紅德州媽媽先前公開多名受害者的音訊 還有截圖證據 並且也會提供管道來給予協助 不過他最近透露說有人是假冒受害者 試圖探知案件的進度 讓他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在社群上發了不自殺聲明 引發各界關注 德州媽媽日前在社群上發魂 近期發現有人偽裝成受害者 想要加入受害者聯盟群組打探消息 幸好她警覺性高 才沒有讓有心之人得逞 但對於這種情況感到非常困擾 甚至影響到她的睡眠 而每當收到受害者的訊息 都會感到緊張不安 既希望可以知道受害者的情況 又害怕看到他們的困境 內心充滿著矛盾 德州媽媽最後還發出不自殺聲明 她說其實我做任何事 心裡的驅動力 並不是這是我的社會責任 對我來說 她說我只是在做個人而已 我並沒有覺得不為哪件事發生 我就失職了 單純是知情而沉默 我會感到痛苦 除了說明品質被影響 掃黃過程真的讓她生理性作偶多次 讓不少網友對她的處境感到相當心疼 接著我們一起來關注娛樂圈的感情紛紛擾擾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藝人吳卓遠 他曾經有一位被稱作是胡渣男的男友 兩個人交往期間還曾經有被週刊拍到過 不過現在分手原因沉迷 不過有趣的是這名胡渣男 他在吳卓遠被爆出是當小三的當天 他就在他的IG上面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張照片 他就發了一個What a day 然後還附上了一個有點哭笑不得的表情 就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意有所指些什麼呢 那金周刊又掌握到了 其實吳卓遠他還曾經遭到瘦子暗酸 就是因為他的舊愛胡渣男 其實就是瘦子的表哥 而他在交往同時還跟OZ啊 陳馨翰交好 尤其吳卓遠還一度暈OZ暈到翻船 鄉民老婆吳卓遠與演員朱宣揚抱在一起 近日陷入小三疑雲的他 又被爆出曾無縫接軌OZ 才分手舊愛胡渣男 根據金周刊報道 2022年吳卓遠當時和穩定交往三年的胡渣男 一同去看瘦子的演唱會 互動看來還算甜蜜 不過令人不解的是 當時吳卓遠盡毫不忌諱地 與OZ打造螢幕情侶關係 不只親密的依偎在南方懷裡 捏裂環抱同同來 一來一往的公開互動 兩人緋聞傳滿天 與音樂製作人陳馨翰也相當要好 而這疑似就是吳卓遠與胡渣男分手的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 胡渣男在近日吳卓遠被爆小三時 在IG發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現實動態 似乎與過去遭遇有所關聯 身為胡渣男表弟的瘦子也發文寫道 如果你不知道 那你現在知道了 被指是暗酸吳卓遠 疑似要替表哥出氣 虽然瘦子否認跟吳卓遠有關 但卻取消關注吳卓遠 也移除OZ的好友 而吳卓遠這幾年不只跟OZ鬧翻 跟陳馨翰的關係也逐漸冷淡 複雜的關係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細細品味 接下來這個消息 我相信怡力的男粉絲們一定會非常的開心 因為新一任的朗拉頓女生怡力 最近接受金周刊專訪的時候就透露了 他說自己因為長期在高雄受訓遠距離的關係 導致她四年的戀情是在去年告吹 所以現在大家的女神是單身狀態 成為新一代拉拉女神之後 宜莉的感情生活也備受關注 而對此宜莉在接受金周刊專訪時透露自己現在是單身 而她上一段戀情是和大學學長的四年戀情 不過因為成為拉拉隊員之後 她必須要從台北搬回高雄 戀情也因為不敵遠距離而分手 宜莉說我們在交往的時候幾乎沒有吵過架 但是一分開就有很多問題跑出來 當時宜莉在大學畢業之後 原本是和男友一起在台北發展 後來決定要回高雄徵選時 男友也不太贊同 而後來宜莉順利選上 培訓期非常的忙碌 兩人關係也因此生變 宜莉坦言當初是自己提的分手 自己還哭了一個晚上 而現在心情已經恢復了 不過工作很忙碌 也沒有時間再想戀愛的事 對於喜歡的類型 宜莉則透露自己喜歡外表看感覺 但希望個性是幽默好相處的類型 資深演員孟玉華也有揭露 有一位大咖男星呢 曾經就把車子打造成砲房 騙年輕的工作人員 獲得是臨演上車之後 信犯得逞 莫玉華是台劇資深演員 18歲就進入演藝圈 常常會飾演苦情母親的角色 根據報導 她曾經經營演藝公司 當時旗下某一位大咖男演員 有一台箱形車 她將內部改裝成臥室還有床 專門會引誘不熟悉行業的年輕女性 進入車內先是聊天 像是化妝師助理還有靈眼等等 接著就會出手性侵得逞 她也提醒 要入行必須要保護好自己 也要對自己的能力和外表有判斷力 網路偷拍論壇創意私房流出的影片 引發了社會嘩然 立委陳金輝她就表示 針對這次風波衛福部關閉 這個網站根本就是慢半拍 呼籲衛福部應該要適度的公布案情 而且她還說未來她將會 演你修建築法 要將反偷拍的概念 就融入在廁所的設置當中 來保障每一位婦女的安全 陳金輝指出這些偷拍影片 都是在知名景點 學校 或者是公共場所 讓國人會想知道 自己會不會是潛在的受害者 而根據之前韓國發生的N號房事件 當時民眾大規模走上街頭 因此政府在四天內 就公布了所有加害人的資料 陳金輝就呼籲 衛福部不應該只是召開跨部門會議 也應該要儘速的配合法務部 公布案情的進度方向 她也透露了自己最近 正在演你建築法的修法 因為應該要把反偷拍的概念 來納入廁所的設施設計當中 並確保每位婦女的安全 而另外李彥秀也批評 其實從這些金流當中 早就可以找到購買的會員 到底有哪些人 而檢調掌握了兩年的情資 卻遲遲沒有動作 讓這些性影片不斷的在網路上流傳 性剝削的修法似乎還是淪為空談 昨天上午有一段影片流出來之後 讓社會也是引發了一番討論 就有一名身穿這個矯正主制服的男子 他當時是出現在這個高雄監獄裡面 而且是當眾下跪 這一幕發生呢 就讓當場看到的目擊民眾傻眼啦 而民眾呢就像我們ET Today的記者 指出說當時這名男子 他就宣稱說他自己是 燕巢借治所的人員 而他似乎是在工作的時候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才會來到高雄監獄下跪陳情 根據民眾在現場聽到的對話內容 這一名下跪的矯正署人員 是燕巢借治所的人員 他疑似是在借治所內遭到霸凌 或者是不平等的對待 而民眾就說 隱約聽到他跟主管說 他在借治所遇到了威脅 他和自己家人的通聯都被監聽 讓介護人員感到非常的委屈 壓力很大才會來到這裡下跪陳情 而對此高雄監獄點獄長邱泰銘就回應了 這名男子是燕巢借治所的人員 並非本所的同仁 而當時他來到高雄監獄找老同事 談話過程當中 可能情緒一時激動 才會做出類似下跪的舉動 事後了解原因其實是個人的問題 並非外界所傳的職場霸凌 而他在經過同事開導之後 在中午12點多離開 後續則是由燕巢借治所來了解關懷 再次移動 再次移動 繼續移動 完成